《古典的古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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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经》 我们现在详细来看看 旧约的经文 对这个千禧年 对以色列 对阿伯罕的立约 来看看当中的内容 怎可能在教会仍然呢 是绝对不可能的 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叫别人得福 这个经文非常清楚讲到 以色列要成为一个大国 阿伯罗罕的名为大 阿伯罗罕要叫别人得福 表面看来 阿伯罗罕身上的预言 应验了 他是成为这个世界里面 一半人以上的 叫做国父 回教徒称他为他们的先祖 以色列人称他们为他的先祖 基督徒 天主徒 东正教徒 都称他为信心之父 但我们要看到一件事 以色列是不是已经成为大国呢 如果你说教会是大国 教会如果是国 这个就大问题了 国为什么没有国土的呢 所以我们看的时间 是绝对不是在上文下理里面所表达出来的 所以这个语言 是仍然未完全应验的 接着第二段的经文 创世纪十五章二到五节 非常清楚 神告诉他听 神告诉阿巴兰听 他说你修养那个 不能够算作是你的儿子 是要你亲生生的才成为你的儿子 后来阿巴兰就以为 我亲生生 以实马尼也是我亲生生 结果就去到 仓世纪十七章十八十九节 神又再一次告诉他听 是 你的后裔在第二节讲 是一定极其繁多 而甚至多到 好像天上的星 地上的沙 那么多 但什么算是你的后裔呢 他说 很清楚的话 以实马尼 不算是其中一个 他说 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这个才是你真正的儿子 然后你要跟他建立所立的药 作他后裔永远的药 在这段圣经非常清楚讲到 是一定是亚巴罗罕和撒拉生的那个 才叫做是以色列人的后裔 是亚巴罗罕的后裔 他的后裔多到天上的星地上的沙 你有没有信心 以色列人 他会多到天上的星地上的沙这么多 是成为一个大国呢 我自己我就相信 除非有千禧年的国度 否则这个预言 是永远无可能仍然的 接着 我们再看一看 非常清楚的 十五章 十八到二十一节 创世纪 在这个地方 神就和亚巴罗罕再立约他说 我以赐给你的后裔 从佳及河 直到有法拉底河之地 就是基尼人 基尼洗人 甲摩尼人 客人 比利洗人 利弗一人 阿摩尼人 迦南人 甲加萨人 耶布斯人之地 从这个的预言 非常清楚 以色列将来这块地图 东 去到右法拉底河 包括整个的伊拉克 伊朗 西 去到地中海 南 去到埃及河 包括到现在的埃及等地 北 去到利比亚 和黎巴乱之地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到底以色列 从来有没有试过 拥有这么大的一块土地 甚至去到所罗门的时代 从来没有试过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相信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 神的预言 是要一一应验的话 唯一 我们可以想得到 到底这么多这些旧约的预言 哪个时候才完完全全实现得到呢 除非在这个地上 是会有千禧年的国度发生 透过一千年的时间 让整个的以色列 復兴 他的子民生养众多 以至到他 完完全全实现了 神对阿伯拉罕的预言 人数多到天上的星 地上的沙 他的地土大到 好似十五章 《创世纪》所说的一样 他会成为大国 他的名为大 然后全世界 都要看这个 是敬拜神的一个中心点 否则 我看不到 神对阿伯拉罕的预言 是曾经认验过 或者有可能 是如果没有千禧年的时候 是可以认验的